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十六阿罗汉李公文 总共有十六个阿罗汉 一般通常都是六个阿罗汉 每一个阿罗汉都有一个礼盏句 今天我们第十四个 上师 救助师 加持佛法便兴盛 那么讲这个偈颂 我们前面刚刚讲了朱利潘陀 其实朱利潘陀那天我没有讲 实际上他为什么即生当中那么愚笨呢 因为他的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 非常精通一切学问的一个人 但是他对佛法特别吝啬 他自己的这种学识不愿意给别人传说 所以后来就变成这么愚笨的人 因此不管是你懂什么 你懂得自己的佛法方面也好 世间上的一些知识很希望大家 如果在旁边有人学不要吝啬 有些是对财很吝啬 有些是对法很吝啬 尤其是对法很吝啬的话 即生当中虽然你很有智慧 但是下意识也不一定 因此自己有这些智慧的时候 身边有些不懂的人尽量地去讲 我们有些世间当中经常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自己对哪一个知识 特别精通的时候不愿意传说给别人 如果害怕别人知道的话 好像超过我 他有很多顾虑 这些心态都不是很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讲顶礼圣旨 就是那家戏 那家戏在藏文当中叫做乐义得 也就是叫龙部 龙王的龙 部队的部 他住在须弥路山 须弥路山是一座山王 也是叫须弥山 有些资料当中说 翁阳山 说是王舍城那边的珠山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尊者经常居住在这个山里 然后有一千二百个阿罗汉围绕着 他手里吃着的残障或者西障 然后宝瓶也可以叫净瓶吧 那么残障表示通过残障的声音 能从无名当中呼唤 也就是说侥幸 有这样的 然后宝瓶的话 净瓶通过净瓶的甘露 让人们相续当中的各种烦恼 痛苦加以吸涤这样的 所以我们祈祷这位尊者 也叫做那家戏尊者 那么他依靠祈祷祈祷他 加持世间上所有的大德门 长久住世 长转法轮 世间当中的大乘小乘 显宗密宗的这些佛法 永远保留在这个世间当中 让众生获得利苦德乐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这个圣品 也就是说这位尊者的圣品 他是北印度 北印度那边是一个 有一个叫做司马的地方 他降生在一个王族之下 那么他当王子的时候 他看到社会的各种景象 尤其是他身边发生的 比如说战争 人们心态的痛苦 或者说是世间当中 搞各种的一些龙屋等等 这样的世间琐事以后 心里面产生极大的严厉性 他觉得我当王位以后 要进行过政国家的大事 也不过是仅此而已 也没有实在太大的意义 后来他就舍起了王位 前往释迦牟尼佛那里出家 舍起一切事情出家 有些历史当中说 这一年实际上 沃腾达斯释迦牟尼佛 也是五十五岁有这种说法 他在那里精进修学 学习三藏 后来获得阿罗汉果位 获得圣者的果位 所以在佛教的教法当中 它叫做断成缘最伤 也就是说世间的红尘 断除红尘 堪破红尘 当然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 有很多堪破红尘的教教者 但是它也是最主要的 他舍起了王位 现在有个别人 比如说学校里面 像清华北大有个别的学者 出了家以后大家很惊讶的 其实这都是也没有什么 他们也不是中国的王子 或者好多国家的有些 其实我以前也讲过 在佛教的历史上确实是特别多的 王子出家的历史是相当多的 所以说他当时在佛陀的教法下 变成特别优秀的 他特意到三十三天 尤其是四大天王那里去 给天界传授佛法 他这也是为了报道释迦牟尼佛的圣案 因为在佛陀面前获得了这样证悟的话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真正从佛法当中获得利益的时候 他愿意报道 恩德真正的利益 或者说真正的开悟 真正的开悟才是真正的快乐 我问有些人说 你是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说是 绝对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证悟 那说明证悟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人 其实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对的 我原来看到世界上是最快乐的一个人 藏传佛教的一个上师 他写的 他这说明他的背后可能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开悟了 否则我们世间人没有开悟的话 今天我很开心 我有什么地位 财富 什么都有 但是明天好像我心情就不好了 有钱不一定是快乐的 有地位不一定是快乐的 有家庭不一定是快乐的 因为这些快乐是临时的 暂时的 那一瞬间就变成了另一种心态 所以说最稳定的 最保险的快乐 应该是证悟 在开悟的时候 他是永生的快乐 所以说像获得阿罗汉国外的很多圣者 他们为了报道佛恩的时候 就是要发菩提心 讲经说法 这就是唯一报佛恩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真实开悟 但是从佛教当中 真正得到利益的时候 对传承上师们 当然供养财物 或者用身体来进行尝试 这些也是上师欢喜的部分行为 但是最主要的 如理如法地修行 利益众生 这是应该说 无论是上师也好 道友他们发现不发现 凡是做这些事情 这就是真正报道圣恩的 唯一的方便法 这个圣者大概是这样的 第十五个是 顶礼圣尊苏平陀 这个尊者叫苏平陀 苏平陀 苏平陀 藏文当中叫尼瑞 也叫做隐形者 就是他身体比较隐 隐形者 他举在比虎罗的山王 有一千四百个阿罗汉围绕着他 然后他的双手持着佛经 祈祷这位尊者阿罗汉 世间上所有的大德们 让他们的宿命永远都是不毁坏 坚固如金刚山 加持一切利乐圆圈的佛法如意宝 长久于三界当中 永不顺坏 我们应该这样祈祷 发愿 也就是说 这位尊者 其实他有一些 像《百业经》当中 也有隐形者的一个故事 但是《百业经》后面的故事 这位尊者前面整个故事的情节 比较与这里所说的是相同的 但是后面部分好像已经最后被牛装死了 所以说 好像这里在佛陀面前 已经发愿 佛法弘扬 并且注视于这个世间当中 所以可能跟这个经的观点有所不同 应该是在《百业经》 《百业经》里面有这个公案 这个公案我想 应该是与尊者比较相合 所以这次用这个来简单描述 也就是说 这位尊者 他刚出生的时候比较奇特 跟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他是出生在很富裕的家庭当中 但是从小整个身体全部都是变满床上 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怪人 一生下来的时候有些都是 整个四肢都没有 有些好像现在好多好多 包括在一些电视上面 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那么当时他生下来的时候 整个全身都是变满床上 特别可怕的 父母当时也是很苦恼 世间上的很多的名义 有很多人开始进行对他治疗 但是一点用处都是没有 后来父母都是实在是不忍心 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每次都是把他用布来抱起来 让他的身份作为一种隐形者 所以人们称之为隐形者 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 他身上的很多善恨类类的床上 就不愿意这样暴露 所以后来称之为隐形者 他在这样度过了很多年 后来逐渐逐渐成长之后 后来他的一些朋友 他自己可能私下有几少数的人 可能知道他的情况 这些通过他们的介绍见到了 说是世间当中 当时非常有名的释迦王子释迦牟尼佛 他不等致心灵的病 而且身上的很多怪病 也是依靠佛陀的加倍来治疗 我们在《毗奈耶经》的很多公案当中 也是看得出来 当时佛陀不仅是世间心灵的遗忘 心灵遗忘确实也是 我们现在也是完全可以成为 它是心灵的遗忘 而且他身体上面各种各样的一些 世间医生实在是没办法治疗的 有些病通过佛的加持 他的一些不供的看事等等来治疗 就来治疗 后来隐行者去百见佛陀 去百见佛陀的时候 通过他非常庄严的身相 无比加持的力量 他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他身上原来的这些床上开始当然无存了 全部都是不业而非了 他也是非常的欢喜 在佛陀之下开始进行出家 他就开始思维 在佛陀面前听受乌云解空的一种法门 最后他尽快的时间当中 以他前世的因缘 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是国旗 佛陀的教法就是国旗 教旗 形象旗 分了好几个不同的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属于国旗的原因 他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后来有些佛的弟子都是问 为什么原来这个隐形者身体上面有那么多的伤痕和疾病 后来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这个原因是什么 后来佛陀也是讲过他的因缘 很早以前好像有两个商人 两个商人关心不好 有一个商人他就开始拿弄国王 然后他先贿赂 说他对手的商人犯了很多的法 然后通过国王的威力把这个人最后惩罚的 整个全身身体可以说是变身临伤 整个身体都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可怜 后来这个人因为别人的冤枉和别人的殴打 以这个原因他后来对轮回 对世间产生极大的厌烦之心 后来他就开始舍弃自己的商业 到寂静的地方去出家 进行修持 后来当时是没有真实的上师 但是好像他获得了一种杜绝的果位 他当得到杜绝的果位的时候 他一观察 原来其实对他的愿望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如果当时无缘无故地没有愿望他的话 那他没有今天的成就 其实这种故事我们讲《百业经》的时候也经常有 包括我们现在个别的道友 可能因为在生活当中受到了一些痛苦 生活当中受到了被别人的冤枉 抛弃 还有心里极大的创伤 后来他就开始寻找佛门 从佛门当中找到了真正的正确之路 就像《无垢王尊者》在《窍诀宝藏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应该非常感恩怨敌 感恩一些邪魔外道等等 对我们凡是人生制造违缘的这一种人 这一种众生 我们有时候在佛觉当中也是很值得感恩的 也就是说 刚才这个人获得杜绝果位的时候 他翻过来一看 其实原来这个人对他的恩德很大 然后他到这个商人面前 事先种种神动神变的时候 他也自己觉得特别后悔 然后进行忏悔 但是他当时都是说 希望不要这种果报 先前我今天忏悔 但是因为他当时一些造的恶业 部分的罪业得以清净 但是后来还是在世间当中 受过无所持的别人的殴打 最后现在也是变成了 最后的阿罗汉 也就是说最后游者 什么叫做最后游者呢 在轮回当中转的最后一次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说的是毕业班 那么从轮回当中毕业的 再也不用去读了 都不用读生世轮回了 那么像这种最后游者 也是在这个身上发生这种情况 那后来为什么 他就那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阿罗汉果位呢 因为后来有一个叫做护光佛陀 就是在他面前 他受过非常清净的戒律 因为他当时的戒律 特别清净的原因 他这次也是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因缘 尽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阿罗汉果位等等 总而言之当时佛陀 涅槃之后 要求让他也住在这个山王当中 护持佛法 所以我们后人祈祷这位阿罗汉尊者 也就是说 真正一方面 他能护持教法 护持教法确实需要很多人和天人 阿罗汉菩萨 还有诸佛菩萨的加倍 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座的 所有的佛教徒 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我们有共同的因缘 我以前翻译的 《百年华传》当中也是讲的 我们其他佛有没有加持 有没有功德呢 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祈祷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他以前答应设施我们 答应度化我们 所以说我们比其他的佛陀 更要切尽 更要缘分 有前世这样的缘分 而且佛陀属下的 八大菩萨 他的大乘方面最大的 最主要的弟子 所以我们大乘的有些境界 像菩提心 还有无耳智慧 这些依靠观世音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 那么他们的加持 我们很容易掌握 然后依靠小乘当中 也就是说世间的一些处理心 断除世间的贪执等等 像这些境界 依靠这些阿罗汉的加持 也是让我们相续当中更容易生起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好像人与人之间 也有一些不同的缘分 比如说一个上师跟某一个弟子 或者他自己奔川的这些弟子 有一定的缘分 有很多的弟众 对某一个上师 某一个大德 也比较有特殊的缘分 同样的 我们凡是 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这些人 我想祈祷十六尊子阿罗汉 八大菩萨 释迦牟尼佛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的 任何一个寺院当中 如果在经堂里面画的话 那么释迦牟尼佛不可缺少的 八大菩萨也不可缺少的 还有十六尊子阿罗汉也不可缺少的 你们不信 看看我们去年 九母大经堂上面是怎么画的 这也是有原因的 光是想什么就画什么也不是 经堂里面也是 还有门口要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马上来了 下面 下面第十六个尊子 顶礼圣尊阿弥陀 居于虚与三王中 以前罗汉所围绕 双树奉佛菩提塔 加持上师 救助师 加持佛法变形身 那么说这里 顶礼尊者的对境是谁呢 也就是说阿弥陀尊者 在藏文当中叫摩缺霸 摩缺霸也叫做无比者 对吧 与他从智慧 戒律 很多方面无与伦比 没办法想他比较的 这样运生 但是在很多佛经当中比较难找 后来《毗奈耶经》里面找到了 他在佛经当中叫做 比临突破处 比是比业的比 领军的领巴 托佛陀的托 托婆罗门的托 托插托 柱子旁那里插 旁边有个插那个 这位尊子佛经当中说这个 比较容易找到 阿弥陀 应该梵文当中是阿弥陀 摩缺霸 摩是伏定词 这样的话应该是阿弥陀 但是语到中文的时候 很难找到 他经常住在虚语的山王 在藏地 所以藏地大大门 如果见不到其他 应该是去找他 他有以前阿罗汉围绕 然后树里捧着菩提塔 这个好像汉传 藏传都是一样的 其他有些阿罗汉树上的标志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 汉传 藏传都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好像那天有一次 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打得特别长 然后我一边说 嗯嗯 一边我把藏族腾卡里面的 汉族的阿罗汉都对了一遍 他一直电话不放 我就说 嗯嗯嗯 我全部对了一遍 最后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这个尊者的 这个标志跟汉地和藏地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 加持上师长久住世 佛法形成于十方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这位尊者比较特殊 他本身是在印度 身为富贵之家 那么后来他将生在人间的时候也是 他长得相貌 非常的庄严 长大之后特别爱布施 做了大量的布施 后来不愿意待在世间当中 然后在佛面前开始出家 但出家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的大悲心非常的强烈 在有些律师当中说 他是大悲心第一 在阿罗汉群体当中 佛陀说他是大悲心第一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本身佛经里面讲到了 就是说 比丘说一些神通 或者是示现神通都不允许的 但是他好几次都出现一些神通 结果佛陀并没有呵斥 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当中说 他有一个外甥 这个外甥实际上 原来是学外道的 后来他就劝他学佛教 因为佛教特别殊胜 然后他就答应了学佛教的 来依止上师的路途当中 被别人 现在我们的语言来讲 是被别人绑架了 然后绑架的时候 他当时应该是 他有示现神通 把他救出来了 救出来了以后 有些比丘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 佛陀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示现神通来救他 因为是你的外甥 所以你救他的 还是有其他原因 他说 我不是因为自己的亲戚 示现神通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示现神通 一方面外道觉得佛教在群体当中 没有真实的整理等等 讲了很多道理之后 佛陀也已经开许了 这是有这么一个公式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牧童女 放牧的女人 她有一次很苦恼 为什么呢 在一个聚会当中 人们都穿着特别好看的衣服 她因为特别贫穷的原因 自己没有穿漂亮的衣服 特别特别痛苦 一直在哭 然后尊者问 你为什么这样哭啊 他就说 我因为前世没有福报啊 今生当中穿不起很好的衣服 后来尊者开始用身边 给他幻化出特别好看的衣服 还有银螺 镜子做成的 很多很多的装饱品 然后他就开始打扮到聚会去了 聚会起的时候 国王看到 他王宫里面都是没有那么好的衣服 然后没有这么好的镜子 他开始寻找来源 结果找到了尊者 然后国王问他 你这么多的镜子和这么多好看的衣服 从哪里拿来的 当时尊者拿一个棍棒 就开始敲到地上 说 我当时这些镜子是这样拿来的 然后他一边敲的时候 出现特别好的 各方面的衣服 黄金等等 国王也得以说服了 没办法 后来就知道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很多王子和一些国王 把大量的钱财 七宝供养僧众 僧众里面就像现在汉地有些特别富裕的寺院一样 钱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那个时候有一群强盗 眼光盯着钱财 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准备全部困在一起 往往拿 往拿的时候 尊者通过神通来发现这些强盗 他用他的身边 他们的周围 全部变成一个特别高的墙边 然后他们东西一拿上来的时候 外面出现围墙 然后把东西一放的时候就没有了 后来他们就反反复复其次 最后他们把东西没有拿成 自己就跑了 后来有些比丘也是佛陀面前告状 说这次尊者又开始先震动 然后佛陀又开始询问之后 他说 我为了保护僧众的财产 所以实现神通的 后来佛陀也没有批评 等等这样的可能比较多吧 也就是说 这个圣者应该是在藏地 虚余伤亡中 虚余伤亡是不是港帝谁那边啊 可能是吧 港帝斯有好多阿罗汉住在那里 可能现在尼泊尔的军队 也是住在那里 他们应该会得到很多加持 还有这位尊者 他有个特点 他的一个特点 他以前是特别傲慢 他很多生世都是特别傲慢 他就经常说苏陀罗 苏陀罗是什么呢 比较低劣的中心 当他得到阿罗汉国位的时候 经常也是说 比如说刚才国王来的时候 在国王面前也是 给国王也是说苏陀罗 苏陀罗他是在印度的四大中心当中 婆罗门中心 查地利中心 苏陀罗 苏陀罗应该是最下降的 所以他得给其他的女人也好 国王也好 很多面前都是苏陀罗 苏陀罗 所以他得到阿罗汉国位的时候 也经常看不起别人 就经常口里面直接说苏陀罗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经常也说 对不起 苏陀罗 他开始别人的称呼 不是很恭敬的 所以后来佛陀特意 也呵斥了他 你所有的一切罪业 都能清净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五百世前面的这些语言呢 难道还忏悔不尽吗 佛陀又特意呵斥过他的 从此之后他就断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凡夫人的有些习气 昨天我们商量的时候 有些人在对别人的称呼的时候 还要加一些大鼻子 小鸽子 一说这样 然后他们有些说这个不能说 但是一直可能有这个习气 凡夫人的话更不用说了 甚至你看阿罗汉有时候可能走路的时候 也是因为前世的习气 跑一跑 说话的时候也是 我看到有个别的一些出家人 说话特别大 这可能不是前世的习气 今世的习气 因为即生当中 以前是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当中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 大城市里面喧哗特别多 所以他到了寂静地方的时候 他觉得哇哇哇哇 好像不说大声的话 就没办法养的 在出家的群体当中也好 在在家的群体当中 其实我们很多习气 确实也很难改 但是一定要改 完全改掉的话 像你看阿弥陀尊者 他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他还有语言的习气 经常有一些傲慢的语气 说别人是地见中心 更何况说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要 以前的一些行为一方面 尤其是出家的修行人 应该说话 说话要尽量不要太大声 因为说话的有些声音是很扯耳的 这样以后可能大城市里面不存在问题 因为他在来来往往的人山人海当中 说大也好 说小也好 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像我们学院一样 这样的寂静环境当中 一个人的说话影响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诸位十几个餐房 全部都是在闭关 一个人在那里说 啊 你有没有牛份买的 现在白菜多少钱呢 最近我们这里有没有电呢 就好多有些语言 对我们旁边的这些人 本来好多修行人都是这样安住 然后一说白菜多少钱呢 他就开始 啊 白菜 他原来是观想释迦牟尼佛 然后别人的这种声音 白菜直接就来了 他也开始白菜多少钱 我转一会儿中午怎么想 所以影响很多人 这样不好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观修观修 我都有时候是路过的时候 有些人声音 在课堂上说过很多字 但是确实是 阿罗汉也是有时候不好感一样的 我们有些人的声音 比如说 我前两天有两个礼宗在那说话 我在背后慢慢 我们之间还是应该有 大概起码有五十米左右的 但是他们说的 所有的这些话 而且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样的话听了 可是对他们自己也不太很好的 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 这样也可能 还是影响很多人的修行 希望大家 我们在戒律当中 有些在修行的时候 互相要说的时候 应该拍手指 用这种来招呼别人 比如说你要大声地 哇 哇 有时候声音 影响很多人 周围的人 如果一个人特别爱说话 爱周围的很安静的修行 有些人在背诵 有些人在念经 有些人在禅禅 有些人在开始思维法语 有不同的人 但是一个人打断了旁边 很多人的善根 自己本身也是这种人 可能不是很爱学习 甚至有些人可能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吵架 人吵架的时候 他就根本不顾及周围的人的心态 因为他自己已经处于一种疯狂 或者处于一种特殊的境界当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视线神通 他就根本不顾及旁边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考虑周围的人 你自己是看你自己吧 对吧 下面十六阿罗汉尊者的故事 已经讲完了 第十七个 有一个尊者叫做 顶礼 居士达玛大 常发殊陀果净汉 事前虚空无量光 受持浮尘欲宝品 加持上师九诸舍 加持佛法变兴盛 那么这位尊者 前面都是出家 出家阿罗汉尊者 那么这位是在家身份的 是一个居士 也就是游伯仪 那么他的名字叫达玛大 达玛大在汉文当中叫做法菊金石 菊是火菊的菊 也就是说 他有长法 长法当中隔着净汉 现在极个别的藏地所谓的瑜伽士 或者其他的一些像莲士 别的一些花香当中也有这样的 这个没有啊 藏文当中应该有一个 藏文都没有拿出来 是吧 可能应该有 藏谈卡里面有他的法香 当时是我应该交代了吧 没有 是吧 这个达玛大尊者 他是在法际当中有净汉的 而且他前面本尊是阿弥陀佛 一直虚空当中看着阿弥陀佛的身像 他手里吃着的浮尘 对烦恼 苦恼当中燃烧的 这些众生带来清凉的一种浮尘 还有宝品 前面我们讲的十六阿罗汉 沐浴 西咒等等 这个尊者在原来汉传佛教的 十六阿罗汉的历史当中没有发现 但是在藏文当中有 然后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说法 大概是在唐宗宗 唐宗宗是唐玄宗的儿子吧 在他实际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应该是非常弘扬佛法的 就是应该 虽然唐朝可能最高僧唐宗宗的时候 然后就慢慢慢慢下来 应该说 这个社会是比较动荡的时期 但是他一直不空当一些高僧大德 接受灌顶 然后在权贵各地下命令 要建立八十一大放生池 对佛教共享很大的 然后当时他就派一个圣者居士 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在印度 到底是在印度还是在别的地方 引请十六尊者在汉地的寺院 汉地哪一个寺院呢 并没有我历史的记载 但是在寺院里面 十六尊者引请安居 在安居的过程当中 这位居士经常陈食他们 夏天的时候 热的时候用浮尘来 开始给他们照亮 吃清亮 用宝瓶进品进行补物 同时他的画像当中有一只老虎 这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都是有 然后老虎一直保护 因为这些十六尊者 当时寺院附近有一个大的森林 他们十六尊者安居的同时 经常住在森林当中 他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自己也是个大成就者 他就能束缚这些盲兽 让老虎保护这些十六尊者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位大玛巴尊者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一来 后来这个仪轨 肯森米尔的班智达 释迦四日 前面应该有他造的 所以他特意 其实十六阿罗汉的仪轨 从汉地翻译过来的 然后从汉地翻译过来 这个因缘 因为他当时汉地 迎请阿罗汉 以这么一个缘起 汉地包括德格 还有很多古老的这些坦卡里面 一个是达玛巴拉居士 也就是达玛达居士 一直他的画像也有 还有认为了 当时在汉地 所谓的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应该是在粮草的时候 他的这个画像也在里面 所以我们藏地 我刚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也讲过 一般真正的十六阿罗汉尊者 然后在这个上面 达玛达居士 应该是汉地一个居士吧 他可以说是个汉族人 但也有一些说法 这个居士 那天因为这个历史 我也不太特别懂 然后问了德巴上师 德巴上师说 有些历史当中说 达玛达居士他是一个女居士 然后他前面画的老虎 为了守护他的戒律 他经常住在世间的森林当中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戒律 我原来看过他的唐卡 唐卡上面 因为这个画家可能比较善巧方便吧 也像有点女的 也像有点男的 所以也分不清楚 说什么都可以 当然这个是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布袋和尚当时也是十八阿罗汉当中 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是有的 汉传佛教当中 这位居士的好像 好像十八阿罗汉里面是没有 是吧 布袋和尚有这种传统 有些诗言当中也有这样的传统 不管怎么样 十六阿罗汉尊者有些历史上说 整个包括十六阿罗汉和这位圣者居士 这个肯定是圣者 否则他也没有能力 因为十六尊者阿罗汉 也不是一般我们世间的人一样 随便你去写个邀请函 或者让他请来 不是这样的 这个居士 他是以通过不同的七情方式 来让他们引擎 我们藏文当中是圣者居士 但汉文的翻译 因为这个字太多了 没办法 所以布袋和尚是圣者居士 有些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也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经常显现上祈祷阿弥陀佛 他前面虚空当中的阿弥陀佛作为他的本尊 也是这样的说法 而且十六尊者阿罗汉祈祷文 我们经常念诵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 有非常殊胜的一种因缘 不管怎么样 十六阿罗汉尊者相关的历史当中说 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隐没的时候 到最后所有的这些三宝所依 十六尊者阿罗汉 把所有的三宝 净函放在一个佛塔当中 他们围绕进行祈祷 进行祈祷之后 十六阿罗汉的身世不见了 如意灭尽顶 佛塔永远留住在世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历史 那么下面就是最后一个颂词 顶礼四大天王尊 居于东西南北方 陪金金家居为利 善护护持佛陀法 加持上师救助士 加持佛法变形神 那么这个是顶礼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就是东方 持国天王 然后南方增藏天王 西方应该是广木 北方是多温天王 就是四大天王 那么这个四大天王 居于不同的东南西北 并且他们披上精进的铠甲 还有具有特别殊胜的一些威力 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到了金乐寺院的时候 四大天王都有的 好像是在汉地 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吧 还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在这个前面 应该在五代的时候 什么时候啊 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 在汉地的寺院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弥勒菩萨 天王殿当中弥勒菩萨 后来弥勒菩萨和东南西北四大天王都有造像 天王殿 第一个是经的 天王殿 当然现在很多法师对四大天王的解释都是不同的 你要看见 光闻天王的时候要这么听 多闻天王的时候要听听什么 让你增长 说明让你多听一点世间的知识 然后光目天王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看看它 说明你要多看看世间的各种各样形象 不同的法师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实际上我原来讲 《百业经》的时候也是讲过 释迦牟尼佛在以前的时候 当时好像龙和大蓬金驰粮 刚开始有两个龙和两个大蓬金驰粮 它们是敌对的 但后来他们皈依佛法 皈依佛法以后 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了 然后他们发愿假释佛的教法 后来他们不但是在临终的时候 护持假释佛的教法 还有护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 他们就成了以前世的发愿 成为真正的护法者 所以藏传佛教的任何寺院 有些是门外化的四大天王 有些是门内 在里面有四大天王 其实四大天王的法相 如果我们放在一些佛堂里 一方面保护我们的佛法 同时四大天王有能力 保护护持教法者或者修行人 因此我们经常应该用 这种四大天王的法相也好 四大天王对修行者 保护有非常大的加持 四大天王专门有《四大天王经》 《四大天王经》里面讲 四大天王在世间当中程序 他们每一个月当中 有些说是六十 有些说是四十 像六十 比如说初八 十四 十五 还有二十三 应该是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号 这个是他们每一个月当中 来到人间 这叫做是世间在节日 尽心保护你 尽心加持你 这是特别的来 就像我们莲花生大师 他以前去罗刹国的时候 他答应每一个月出世的时候 他必定特别要来 平时我们没有忆念的时候 他不一定来 我们一旦忆念的时候 诸佛菩萨的化现是不可思议的 就像佛经里面讲的一样 谁去忆念他呢 佛在他的面前 就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天王也好 这些圣者 他有特殊的承诺 那即使你没有去忆念 他要时时刻刻到众生面前来进行加持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 藏地也有这种说法和做法 希望我们以后在佛教徒当中 也应该这样的 比如说今天每一个月的 今天是这个月的初八 这个月的初十 这个月的十五日或者三十号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特别地 比如说承受一些供品 我以前小的时候 隔壁有一个老喇嘛 其实他的很多行为 让我一生当中受到很难忘的一种影响 我现在都是每个月 虽然自己有时候是懒惰 有时候是各方面的一些特别繁忙吧 就是好像没有以前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有这个习气 有什么样的习气呢 每一个月的哦 今天是初八的话 这个初八就是不同的日子 我一定要把 比如说 本来是唐卡上面有一个东西 把前面盖着的 然后把它放开 哪怕是有一盏灯的话 今天特别要供佛 今天是特殊日子 因为今天像这种 我们在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很多比较 比如说三十号的时候颂戒 二十五号的时候会供 这些是有诸佛菩萨的 一种特殊的承诺 四大天王也是 虽然《地藏经》和《六波罗弥多经》 包括《四大天王经》里面的说法都是有点不同的 但实际上每个月的 初八 初十 十五号和三十号 这些都是特别特殊的 所以我都是在想 我们现在的一些 包括藏地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好像比有些汉地的佛教家庭 有些佛教家庭 他们还是多多少少懂一些趋势 那么现在藏地的有些年轻人 他们都不懂 今天是 比如说每个月的十五号 十五号干什么 十五号最多是看电视 上网 聊天 或者喝咖啡等等 都搞一些无聊的 他心里面根本没有 今天我要功夫 我今天要念一些主要 虽然不能众生吃劫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过五步视 或者我今天守八观在劫 我今天要磕头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这个背数也是很大的 至少也是我今天这个劫日当中 我不能写音 说妄语 做坏事 这些都是我 虽然不能众生都是像特别清净的出家人那样做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佛教徒 在佛的这些节日当中 我应该如何如何做 要有一些行为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是没有的 所以我都觉得特别佩服一些老人 他们有些老年人 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特别宝贵的知识 但是他们这些人圆寂了以后 很多年轻人没有得到 没有传到 从他的身上已经隐没了 与他相关的人下面 时代越来越恶劣 虽然我们看得越来越多 可能我们打电脑 我们看评论一些连续片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聪明 但是这些知识都是刺激我们的脑海 然后染污自己心灵的健康 除此之外 没有永恒的 今生来世的一些价值 从价值观的理念来讲 这些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越来越一种金钱主义 百金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形式下 真正有价值的理念也好 学说的话 人们都是不得不默示 一定会是他 甚至有些人不惜一国 甚至有些人还说 这是一种迷信 这是一种造婆 或者这是一种成就的 古老的思想 我们现在这个人 小康社会不需要这些 其实小康确实比较小 有点 所以我在这里 也是要说四大天王 我这里讲的 不是香港的牛德华 黎明 四大天王 不是他们 要讲的是佛法当中的四大天王 你看 一说的时候 你们读还是 虽然是很早以前的四大天王 但现在你们心目当中 还有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们想 一定要通过祈祷他们 护持佛法 我原来讲《百业经》的时候 也是说过 其实祈祷四大天王 或者是我们在寺院当中 一定要在寺院的经堂门口 要么造佛像 好像我看到汉地的话 基本上很多都是造这种寿像 造四大天王的像 在藏地的话 每个寺院在门 在这里要画这种坦卡 就是四大天王的这种坦卡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见到你去超白寺院的时候 无论是老汉船的 藏船的 你要去的时候 首先看到这个四大天王 在这个时候 应该在他们面前发愿 像他们弘扬佛法 能守护 保护世间的高僧大德一样 但愿我也是像四大天王一样 护持佛法 弘扬佛法 应该这样发愿 同时我们自己有时候在佛堂里面 请一些四大天王的像 坦卡或者一些照片 这样放着的话 应该说是保护 我刚才讲了 保护修行人 保护佛法 这也是对个人来讲 也是需要的 我们个人也不要认为 一切都是空性的 什么都不执著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对善的 尽量地执著 尽量行持善法 对恶德会执著的 但是尽量地控制 或者依靠正知正念来对治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初学者 或者说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 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天都是不犯错误 是不可能的 心里面一点产生 没有不产生一点的恶念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们产生恶念的时候 先认识它 认识以后 进行化解 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 自己要忏悔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 这也是我们一般修行人 每天都是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因为相续当中产生一个烦恼 现在我都没有邪妄了 那我就算了吧 与自由照这个方向吧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在世间当中的话 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有开心的 也有不开心的 但是我们因为遇到一个不开心的事情 从此之后失去了信心 自己去寻找一些自觉分母 那就不合理的 所以我想我们通过这次的祈祷 十六阿罗汉的祈祷文 一定要大家发愿 这次我们也是修怀业的同时 大家这样的祈祷 我觉得因缘和缘起非常好 下面开始比赛 所以祈祷应该着状况就像 真正向山全事 调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